嗨 你好 我是Joy 之强 这节影片和你分享两个小外挂 这两个小外挂各式 一个是用来 处理Wordpress的资料库优化的一些事情 资料库为什么要做优化 因为我们在 Wordpress开始建制的过程中 会进行许多的一些资料的一些新增跟修改 所以因为本身 Wordpress它还是需要去 整理这些相关资料跟内容 那所以在资料库的部分呢 最好是交给一个外挂 去做优化来是最好的 那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有关字体的部分 许多人在 网站跟建制完成的时候呢 他都会担心 好像不认为中文字的部分显示起来都没有这么的漂亮 好 那我这边会分享我 如何用 显示的部分用一个外挂 让整个中文字看起来更加的 整体还有一致性 首先我们一样回到 外挂这边来 我们先来安装 资料库优化那个外挂 他的名字叫做 Wordpress Optimize 所以我们这边就打 WP WP OPTI NIZ 这个会跟我们在用的那个 Sideground有差别 其实Sideground的话是比较偏向是 我们一些网站的前端 他有关资料库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内容 那其实这个Utimate他是帮我们做一些 清除跟快取 那 我自己本身两种都会来去做一个使用 那其实这安装方式很简单 我们就是到安装的部分 选择立即安装 启用就可以了 在使用的时机都是 我可能在写作完文章 或是我在制作完所谓的 页面的时候 他 资料库里面都会帮我们留存许多过去的版本 可是这些过去版本 往往就会造成 资料库的一些负担 那 这个外挂他就可以帮助我将这些已经 处理很久的或是已经 很久没有在使用的一些所谓的 副本 他可以帮我做一些基本的一些清洁跟整理 可以把它删掉 好所以我们在这边 安装完毕之后会出现一个叫做 WPoptimal 我们点他 首次的部分他会做第一次的资料搜讯 好你看 如果你按下这个run all selected autimization 的话 他就开始去把资料库做一些优化 这边就会看到说 需要清除的一些 过去的一些旧版本是有多少 那你只要接着把它打勾 一些你 需要清理的部分 把它打勾起来 然后按这run 他就会做第一次的检查 那检查完之后有一些 不需要的部分呢我们再按下 第二次的时候呢他就帮我们去做一个清理 那这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动作啦 通常我会在 制作完页面或者做完 新增完我的部落格的内容的时候呢 我去做一次 事后会做一次这样资料库的一个处理 的一个动作 这是我 常常会做的一个小动作 那 简单的很 简单的一个外挂使用 然后推荐给你试试看 但其实在坊间有很多 优化的工具 那 这个部分可以让你去参考看看 我是本身有用这一个去 将我一些过去的版本 我就不用手动删除 我就可以 因为我也不可能自己手动删除 我们不是这么懂资料库的东西嘛 所以其实交给外挂来说 自动化的处理是来 是最好的 好 另外一个外挂呢 就是我们刚刚讲到有关字体的部分 通常我们在第一次做完 Wordpress的一个网站 我们就是套版套完之后呢 你可能会发现 他可能用上英文的时候都会非常的美观 可是当我换上中文字的时候可能画面就 不是这么的好看 那其实这时候呢就是需要做一些 中文字的一些调整 我自己本身在安装这个外挂的时候呢 我是用一个叫做 Wordpress Google phone 好 这其实很 他的做法是这样子的 WP 好 Google Google 好我用的是这个 WP Google phone 是这个 那因为我本身已经安装了 那我的设定方式呢 其实就是你安装完毕之后 你会在你的左侧这边 Google phone这边出现一些 选项 出现这个选项 好在这里我会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选 我先给你看看我们呈现出来的画面会是长什么样子 你现在看到这个就是所谓的 hander hander不管是hander hander123456 总共有6个 那我会在hander部分是属于这种 suttle的这种 比较 瑞丽一点的字 那另外一种呢我会用这个另外一种suttle的 就是也是 他的字体他是suttle sense 那 这个字就看起来比较圆体一点 会看起来比较舒服 所以整个来说 英文加上我的中文的部分 加上这些 我会用这样子的文字来做 看起来会比较舒服一点 所以我在这边 设定的方式就是 第一个 缝1 因为这外观来说他总共可以控制 6组 6组字体 那我在字体1跟2的部分呢 我字体1就是我的所谓的这个 这个比较锐利的这个 字体 那我会把他这边全勾 但是我不勾 body的tags 也不勾 勾这个其他的这些我只把handle的部分都给勾选起来 然后再来第2项我会用 这个notto sense 这个的话就是只勾 刚刚前面这一项没有勾的部分 我会勾这些 那 其实这样子会让我的 版面 看起来会比较完整一点 房间有很多会教可能会用css方式去做 我对css本身没有这么深入的一个 研究跟了解我会透过 这个外挂来去做执行 那这样子的一个 使用方式也 推荐给你做参考 那 希望你在开始在针对 网站的 这个初始的字体的使用跟一些资料库的设定可以照这样的方式来去做 可以帮助你解决你现在 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 好 那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设定方式提供给你做参考 那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在影片下方的部分留言让我知道 那我们就在之后的影片中 见喽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